香港的中小學九月份開始 開學至今已經兩個多月了 這個學年沒有像過去兩年多一樣 要經常被抗疫安排打斷 長時間要學童留在家裡透過視像上課 希望這種情況可以延續下去 讓正常的學習生活、校園生活 和小朋友的社交生活 不會再被一些在今天的疫情下 已經變得近乎毫無意義的 所謂抗疫隔離措施干擾 歐美各國在去年底的時候 經歷了變種新冠病毒的襲擊 一時之間風聲鶴雷 但之後沒多久 醫學臨床研究就發現 新的變種病毒主要攻擊的是呼吸道 對人的心肺不會造成直接的致命傷害 雖然對個別體質虛弱的人 年紀大的有長期病患的 或者對部分小朋友 仍然有可能構成危險 也對部分人士可能會產生較長遠的損害 但是這種病毒對大部分人 已經變得跟普通流感相差不遠 所以西方各國都紛紛改變抗疫策略 以所謂與病毒共存的方式去迎戰變種病毒 一方面 抉擇者認為正常的經濟和社會活動 個人的均衡生活十分重要 不能長時間受到限制 再者 從一個社會醫療和社區健康的角度來看 以抗疫為理由 長期將人隔離 可能會適得其反 帶來比病毒更嚴重的損害 也不符合全人健康這個概念 也有流行病學的專家認為 正好趁著這個病毒轉弱 讓更多人可以建立個人的免疫能力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當時提出的說法 也是上述這種觀點 結果證明 這種策略確實產生正面的效果 到了今天 疫情在大部分西方社會及新加坡 已經不成問題 他們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 基本上已經完全恢復正常 新加坡還承受香港在這方面的嚴重觀念落伍 將香港圓入的優勢奪取過來 中共在第一波和第二波疫情發生的時候 以為透過封城 就可以將感染比率降到最低 還致許這就是中國的體制優越 今天的結果是怎樣 大家有目睹腦 直到最近 在所謂動態清零 這種完全與病毒性質不對應的策略下 廣州、寧波等地 仍然出現大幅度的封城 在外面看來 這種抗疫策略 和精神錯亂已經再沒有什麼分別 香港的教育 過去幾年 在這種只能夠緊跟北京的抗疫策略下 其實也受到嚴重的損害 今年九月升讀少一的這班小學生 大部分都是在殘缺不存的學習歷程中 度過他們三年的幼兒教育階段的 理論上 升讀少一不一定需要讀個幼兒院 但實際情況是 現在的小學一零級課程 都假定所有人都經歷過幼兒教育這個階段 所以 小一開學 就已經要寫一些筆或多 而且複雜的中文單字及詞彙 也要串一些又長又深的英語詞語 有位朋友 她的小孩今年升讀少一 她說 過去三年 孩子雖然保留著幼兒院的學籍 但是加起來 回學上課的時間大概只有八個月 而且經常被長時間打斷 她的小孩根本就未完全培養到上學習慣 在適應少一的學習節奏上 亦都感到有困難 面對當前這個小一課程 亦都應付得很辛苦 因此亦都沒有很大的興趣 因為應付得辛苦 學習興趣和動機都受到影響 開學兩個幾月 她的小朋友 適應得學歷 作為家長的她 亦都感受到壓力 另一方面 有一位小學教師也這麼說 他們早有心理準備 今屆的小一學生 可能適應校園生活比較困難 亦都需要一個較為合理的過渡階段 但是現實情況 就不容許這種適應性的過渡 因為香港的小一 從一開始就已經要追課程 現在還要加上很多國安教育 國情教育之類的東西 大家都心裡明白 這些東西究竟算是甚麼課式 很多老師其實心存抵觸 一方面為自己需要做這些工作感到無奈 也都為自己學生感到辛苦 但是學校的節奏就是如此 十月下旬就已經有各種測驗 令家長及老師都感到頭痛 我那位作為小一學生家長的朋友 搞到連自己都情緒緊張 對學校的節奏也都不無怨言 但是又不方便發作 另外那位作為老師的朋友 對此也是心知肚明 但是就愛莫能助 只能夠希望小朋友可以盡快適應過來 現在被修改了的課程 已經嚴重扭曲了教育的原意 加上幼兒院學習生活 被過度的抗疫安排如此嚴重打斷 只有六七歲的小朋友 剛剛踏入正規教育的門檻 完全可以想像他們面對的學習處境有多嚴峻 也都可以想像 香港現時的社會情況 政治情況 及抗疫造成的後果 也都有可能會對這一屆的小學生 帶來更長遠的影響 但是現在香港的教育學者 在國安法和政府致力打壓教育界的情況下 有多少位是夠膽做這方面的研究課題呢? 這點是從這裡 很動複雜的理論